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看大山 因为老宋以前呢,工作的原因,在工地待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呢,接触农村的朋友比较多,和他们在一起啊,关也比较好 大家一会儿在一起聊天啊 对这些农村朋友们的印象,我就觉得什么呢 这些朋友们能吃骨耐劳,肯干 也要挺节俭的花销吃什么的,很节俭 再一个就是顾家,有钱就经常给家里留着打回家啊 我就觉得这些农民朋友真的挺好的啊 经常呢,我那边和他们来聊天,我不太懂嘛 我就说你们家里都有地没,大部分人家里都有地啊 我说你们个家里种地不好吗,为什么非得选择出来呢 孩子,媳妇都在家啊,多不好,个家里多好啊,老人什么的 人说了,哎呀,现在种地啊,第一很累啊,第一 但是种地挣不了多少钱,我说种粮是能挣多少钱呢 他们说啊,一亩地也就一千猪头 也就是一年这样,能挣一千猪头啊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咱也没挣过啊 然后我就说,所以网上说了啊,你们不能种粮子 你看各种宣传啊,要么你一收啊,什么种什么什么东西 哎呀,那一年可挣钱了,那一亩地一年挣好几万 三四万,对我都四五万啊 我说还不累啊,全是机械化种地嘛,现在不是啊 然后他们就笑唤我啊,笑唤我说你就别请他们撤蛋 好,一亩地一年挣好几万啊 哎呀,捡钱呢,肚里,你以为地里都是金子啊 再说累不累,有机会我带你回去跟我种两天地你就知道了啊 其实我可以理解他们啊 我相信种地不容易,也不能挣到那么多钱 哪有能挣那么多钱,那谁不都去种地了啊 对不,谁还出来干什么呀,对吧 可是呢,我一直以为是这样的啊 可是最近啊,我听到一个网络上有个朋友演示视频啊 人家就说了,听完这个视频啊,我就郁闷了 为什么郁闷呢,你说我一直啊,认为挺诚实的农民朋友啊 为什么骗我呢,啊,原来你们是装产呢 原来你们是假哭穷啊,啊,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因为人家说了,种地可挣钱了啊 那种地收入可高了啊 怎么呢,哎呀,你们种地,说种了钱 所以那大户啊,种好几百亩地的啊 那一年,这一千多万 哎呦,太夸张了吧 当然,哎,叔伯哦 你说你有好几百亩地,上千亩地不太正常啊 但是咱说你没有这些 你就有个十亩二亩的 那一年也挣十了万啊 那也足够花了在农村 不也活得很牛了啊 怎么还哭穷还说不挣钱呢 现在说啊,说的地租出去啊 那一亩地都租一千多块钱啊 你们告诉我,才挣一千多块钱 你们这么骗我吗啊 这怎么能在那赔钱呢啊 哎呀,人家属结了啊 为什么有的农民种地不挣钱啊 什么挣钱不挣钱呢 第一,不勤劳不努力 那你说你不勤劳不努力 好好干呢,对不对 第二个,不学习科学种植方法 然后老规矩,老套路 那也不对 那学习知识好好地种 怎么种才能多丰收啊 才能多赚钱 这个也是他们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地少 这个可能麻烦了 地少不可解决了 你说啊,各个地区不一样啊 有的可能东北人均分的地多一点 有些地区分的地少一点 那地少那就挣不了钱了 你地多才能挣钱呢 对不 严谨说了 地少没关系 地少你可以承包啊 你可以租啊 他们不种的地 你可以租过来 承包一些过来啊 这不就地多了吗 也对啊 但是也问题啊 你说啊 人家种地都挣钱 谁把地租给你啊 也就还说了啊 再一个这个呢 你买一些农业的机器 啊,种地的这些机器啊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吧 反正买了啊 买了之后呢 你不乱种自己家的呀 然后呢 你还可以给别人干活啊 别人收割啊 种地的时候 你的机器给别人干活 那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啊 反正总体来说 农民种地收入和啃可观的 可不是我想象那样不如意啊 他们是挺挣钱的 哎呀 我原来让农民朋友给骗了 他们可挣钱了 哎呀 可是后来我又想了一下 好像不太对劲 为什么呢 第一个啊 你说啊 真的在农村种地这么好的话 收入这么高的话 这么挣钱的话 那么那些农村朋友 他们为啥撇些老婆孩啊 撇些长辈家里啊 跑出来打工来呢 老婆孩子热哈楼不舒服吗 不好吗 出来了 住的也不好 吃的也不好 哎呀 你说累 种地累 干这个不累呀 就上工地看看 我觉得他们比种地还累 对不对呀 那图啥呢 挣了点钱 更加种地多好 那我 我打死我也不出来干这个呀 对不对 我更加种地不好啊 难道这些朋友 秀都了 有钱不挣 陪老婆孩不陪 我就愿意出来打工 我就愿意挨累 我就愿意不跟老婆孩热汤头 哎呀 这个是我不理解的事 是不是呢 你们觉得呢 第二个 我也相信 如果那些种地大户 你说种个几百亩地呀 那什么挣钱 那肯定的啊 你干什么都是 那种了几百亩地 那地主鼓励一样了 对不对 那农场主啊 那肯定挣钱啊 那我能想象到 而且啊 全是西斜 现代化 全雇人 自己还不挨累啊 收额也快 种什么也呢 问题是啊 我就在想 如果就普通老百姓 普通农民 他要种这么多地 那可能不太行 为什么呢 你想想啊 你说你把地圈承包过来了 你是不是得给人承包费用 你得给人钱呢 然后你说 你买那些机械 那不少费用吧 不少钱吧 你是不是得给人钱呢 你说我们上 比如说工地式的 你找吊车你也能挣钱 但是你买吊车呢 贵啊 买化肥吧 买种子吧 那人工得投入吧 你自己家也干不了了 你好你百亩地 你自己家三口二能干吗 对不对 你又得雇很多人吧 就这些投入 得多少钱呢 我不是农民朋友 我相信农民朋友 也算得更清楚 我就在想 就这些投入 有多少普通的农民朋友 能拿得出来呢 就算借钱拿得出来 完了遇到风险 怎么办呢 我跟大家说个实事啊 我原来有一个我们公司的同事啊 他就农村的 后来就是打工嘛 挣了点钱 勤点契约斩了 然后呢 回到农村去了 回老家去了 种剩余果 那签两点 结果 赔的挺惨 好像把打工的二三四万 全赔进去了 晚上还欠了点钱啊 赔的挺惨 然后自杀了 今年我听说他自杀了 哎呀 就是挺的什么一个事啊 这是深事啊 老宋身边的人 真是啊 哎呀 不其说了 反正就这么个事啊 哎呀 你说啊 承担得起嘛 这就像什么呢 前两年是 大家都知道 盖房地产挣钱 我盖楼 卖房挣钱 钱一年 现在不行了 前几年 这么盖啊 那我要是买了地 我盖了房 我卖出去 是不是我就挣钱了 对我看发商啊 我说富豪了 可是关键问题是 你得有买地的钱呢 你得有盖房的钱呢 谁借给我呀 银行也不借给我呀 是不是呢 哎呀 这这挺有意思的啊 反正呢 这个事我现在就觉得挺有意思 你说现在这关键人怎么说的呢 你说现在啊 两桶油不挣钱 医院可能也收销 也不好 房企也不好 电力甚至也配钱 铁路也配钱 甚至有的说烟厂还亏损 你说方方行业都亏损 这么回事 我现在才明白 让他们一说啊 钱都拿着 钱都要农民朋友挣走了 做地挣钱的 他把钱挣走了 玩不大部分花来 玩苦求 哎呀 太坏了 你们说是不是呢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 看大三小朋友们 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